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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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這次有帥哥美女好辣醫師團 你有曾經吃悶虧 默默替人揹黑鍋的經驗嗎 今天的好辣醫師團 就要來爆料 醫院有哪些可怕的揹黑鍋事件 三位一人 又遇過哪些有趣的狀況呢 我們醫師好今天要談到 在職場上大家有常常揹黑鍋的經驗 今天高雅在醫界也是會有的 醫師常常揹黑鍋 真的是這樣子嗎 還是他們自己找的 我們看看 黑鍋事件醫 治療過程複雜 醫師呢 慘揹黑鍋 超冤枉的 我本身做急診也做外傷 所以其實我們有時候 不過我們自己揹的比較多 因為他進來的時候 病情有時候都很危急 有時候家屬也沒有理解 要撞亂七八糟 我們先插管 先急救送到看完去 看完刀送到家屋邊去 家屬來了 哎呀勉強就回來了 但後來 住了幾天要出院的時候 後來就哇他腳斷了 這個有點離譜啊 你如果急救完清醒之後 他醒過來他不知道他自己骨折 我跟妳報告 其實我可以拿我自己做的例子 我在二十幾年前我出車禍 因為我騎摩車那時候 大多數流行飆車嘛 我剛弄到一台摩車 那就把右眼撞破了 哎唷 我他們在施工都沒有看到 因為可能是我速度太快 也可能是業務 萌明 我就這樣撞一百多公里撞上去 然後我沒有摔倒 但是我只是 我怕我撞死了 我說欸有沒有撞到人 他說我沒事啊你咧 我就摸我眼睛 結果都糊掉了 眼球破了啊 他給我顯微手術了 二十幾年前三十年前 他給我封七針在角膜上面 不是眼球外面喔 眼球外面四十針喔 就最後一個禮拜 然後我那時候打開說 重見光明我可以看到陽光 好高興喔 但是 我的眼鏡歪到另外一邊去了 我發現 我鼻子整個斷了 整個踏到另外一邊去了 他已經半出院了 他就叫我去門擠追蹤 所以是封眼球沒有弄病 沒有人想到我鼻子斷啊 我也沒有怪他 可是我隔了一個禮拜就兩天 兩個禮拜來回去的時候 就看耳鼻烏克門診 然後 那鼻子斷了呢 那他說可以矯正 我整個都歪了 沒辦法戴眼鏡 眼鏡要戴這樣 他說可以矯正 他說我那時候很窮 他說要怎麼辦 要住院開套 我說我沒有錢耶 他說那有一個便宜的方法 開套還有便宜的方法 一個就是 貴的要住院開 便宜的現在開 現在開啊 他只給我塞兩個麻醉的棉條 就直接在那邊 把骨頭折斷了再扳回來 我那個錢就這樣子拉一下 沒有沒有沒有 真的這樣幹的 真的這樣幹 就像打拳打歪掉 對 他就直接弄回來 然後問題是我已經隔了兩個禮拜了 所以不像打拳 所以當然打斷給他扳回來 我已經兩個禮拜 所以他把長好一定要再折斷 再扳回來 有點固定 有點固定的 然後那個醫生跟我講說 會不會痛 因為麻藥從後面流下去 我那時候連吐 吐口水都很噁 我後來就昏過去 他以為你在稱讚他 我後來昏過去 我醒來是我在街上 然後整個衣服都是洗 我也不知道我怎麼出去 之前有一個骨科醫師 他就很可憐 他被告了大概快三年 那個案子才結束掉 那個病人進來大腿骨折 二十幾歲年輕人 大腿骨折 可是他講話都很好 還問他說你怎麼受傷了 摔車嘛 槍撞嘛 來了就骨折嘛 開放進骨折 下一步做什麼 都很好啊 手腳都沒怎麼樣 馬上送進去開刀 開刀之後還隔天不行 沒洗過 大家都以為麻醉當中發了什麼事情 大家都以為你開刀 當中發了什麼事情 結果電腦一照 腦出血 為什麼 外傷性的腦出血 他當下只有一點點 後來變成很大片 沒有 他其實電腦斷成頭部來 他有做 只是當下那個腦出血 是非常輕微的 你根本不覺得會怎麼樣 誰知道他開完刀之後 隔了一天之後有沒有 那腦出血開始變大了 家屬就開始怪 所以一定是在開刀過程當中 麻醉科還是 反正不曉得是你們誰 一定是你們醫院的某個人 撞到他的頭 才會造成這樣大片腦出血 就告了三年 根本就 可是事實上跟我們 關鍵只是一個疾病的病程而已 而且現在我們外科醫師 比較可怕的是 每次只要病人 被我們開完刀 你不碰還好 你只要碰過他 不管你開的刀多大還多小 你出什麼事通通都算你的 他都會覺得跟你開刀 一定有相關性 其實我們開過這個病人 他未來第三期 他六十幾歲 開完之後很順 第七天 第八天開始吃東西 第二個禮拜我們就讓他回家了 就我們跟他講說 因為他下個月要開始做化療 我們說你先回家再把體力再養好一點 結果他第一天回家 隔天就沒有 隔天早上 就被家屬送到急診室 因為在 送到我們醫院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都嚇到 因為他才剛出院而已 就倒地 在家裡就倒地 整個天他一坐 發現是腦出血 家屬就開始 他一直爭論 說為什麼 一出院就腦出血 是不是你們太早讓他出院 還是你們當初開胃癌的道 沒有開好 我們就想說我開胃癌的道 跟腦皮血道有什麼相關性 一點都沒有相關性 結果後來 好正他病人第四天之後 有醒過來 剛才我們也沒講什麼 家屬就一直怪我們說 一定是我們 太早讓他出院 他體力一定都是我們的錯 要不然就是開刀沒開好 要不然就是病人的狀況 明明不適合出院 我們來讓他出院 要不然怎麼會出院 因為當天就昏迷掉 我看那個電腦斷層 一看就知道他是頭部受到撞擊 才腦出血 因為那個頭部受到撞擊 腦出血的位置 跟你自發現腦出血的位置 會不一樣 所以我們電腦斷層裡面 是可以判斷的 結果他第四天病人 自己醒過來的時候 我們就問他說 你怎麼回事 他說沒有啦 他就那一天 他睡覺前有沒有 就走太快有沒有 撞到那個牆地 真的撞得很大力喔 他就不理他 撞到很大力他就頭很暈 他就坐在牆地 那個床上休息一下 就沒事開始睡覺 就一睡的時候 半夜那個腦出血就變大 早上就醒不過來了 可是家屬還是怪我們啦 家屬說 那代表說 你們沒有讓他 體力完全恢復 只會造成他有點 這樣失神神去撞到腳底 又可以看脫 他就是牽脫了 最後就是要要求我們說 這次的住院費要全免 因為他覺得 這是連續性的治療 你知道嗎 我們醫生很可憐嘛 你一直這樣嚕的時候 最後當然就是 減半啦 一人一半啦 這樣其實 對啊 還是給醫療人員的 不要太過 教習醫療人員的熱情 有時候跟我們 就沒什麼關係啦 那個八加醬 八加醬那個 八加醬 玩那個就是武器有沒有 要拋過來表演 要拋來拋去 就要露街了 貫穿了 三叉有沒有 就這樣穿過去了 就刺穿心臟上面的大血管 結果我還記得 我跟那個人去開刀 我跟那個心臟外科 我幫他忙嘛 因為臨時就趕快開胸 趕快去止血 不能血統噴的 一公分的洞 穿過去 我們瘋瘋瘋 好了兩三天了對不對 那就給病人喝 他說很渴 兩三天沒喝水 一個十五六歲年輕人 給他喝柳橙汁 然後一喝 護士說 柳橙汁頭就流出來了 死大破掉了 他穿過去了 但是當時都沒講 也沒辦法診斷 我們就先做大血管 然後要再去看 開到死刀 這種情景好像電影才看得到 喝到水 這是真的 一些小破洞 或是一些小傷害 在當下你真的不會知道 真的不會知道 確實也不能完全說是怪醫生 可是畢竟 可能發生在當下 是在我爸身上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 到底是誰對誰錯 我爸可能有點年紀 但是他 他大概是 他也沒有什麼煙 那些東西 所以他覺得 咳嗽咳得非常厲害 咳嗽咳嗽有一點氣象喘不過來 可是 他就到了家裡面附近的一個 所謂的家醫師去 稍微去看了一下 那醫生就跟他說 你可能就是感冒了 尤其是這一陣子 流感這麼嚴重 所以你到這個年紀家 到時候不要亂跑 你在家裡面吃藥多休息 就給他配了藥吃 那個藥吃了 他就會 睡了三天 兩三天 就是一直在吃同樣的藥 可是他就一直都沒有感情 他一直咳咳得很嚴重 然後他發現 慢慢呼吸有點不太 沒有辦法再 再一口氣吸到底 他就打電話說 他熱笛熱笛 我跟你講 我現在不對 我吃那個感冒藥 吃了半天吃 三天吃還再吃 他說 對 他說再不行看看 到時候我說好 那我就趕快給他安排 就到台北來了 一去到龍總之下 他就先照X王 就是咳嘛 咳人就照X王 X王一照 就發現 他肺脊髓 那個肺的那個照片 這半邊是白的 好嚴重喔 對呀我說 我說爸你怎麼 怎麼會這樣 不是啊 那個醫生我看 大家都給他看嘛 我就去了嘛 大家都吃了 我們三個人吃都同樣的藥 我吃完了 還可以拿他的來吃這樣 就吃了好 就吃了就是想睡嘛 我就問說那個醫生是 他說 我也不知道 反正大家都去找他嘛 那那好像在音樂那個 比較偏遠的地方喔 可能好像就是 就算是這個人 像他有一個 他說他有一個動物醫師 他說醫師 因為是他平常 救了很多隻狗啊 還會幫狗接生 所以大家就以為 他是動物醫生 所以沒事就把所有狗 都弄了他家去 叫他去看 那變成在那個環境裡面 可能就是因為 嗯 我老爸喜歡住到人家 他找不到的地方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不喜歡這第一次 嗯 你走到前面喔 我坦白說 我每次回到 我到現在回去 就是他來機場接我 然後我才回得到家 不然他每次走路 都不同樣的路 爸爸以前是 搞情報工作的 政戰 對嘛 老兵 老將軍 他說 不要每次走同樣的路 你要走不一樣的路 你要走不一樣的路 還是有警戒意識 有警戒意識 對對對 所以說每次回去 他就派車來還想接我回去 所以他找那些地方 那不要說我們找不到 那一般人也不會走到那附近去 所以他要看個病 他就可以自己找一個 只要有可以有藥吃的地方 他就去了 我記得那時候 住了快兩個禮拜 後面扎一個洞 然後用一個鐵管 還是什麼東西 從背後就插下去 吸一個水嘛 從那個水 我說爸你這個要回去 要找那個醫生 這醫藥 我說藥如果這樣 他要是害了別人其他要怎麼辦 他還說他去看那個是 給他吃的是西醫的那個藥 但是他去給他把賣喔 我去幫你 這是你爸比較快 你吃西醫看中醫 那應該不是專門的診所吧 看人的診所 不是他連門都沒有 沒有什麼鎖都沒有 那你就不能怪那個人 就是一個不是 就是一個家庭嘛 就進到他家裡面去的人 然後他大概懂一點 醫學常識就進去 我爸也給他看 你爸媽現在一個人去 那他也許根本就不是醫生 我爸沒有我爸現在自己還是一個人在住那 你一個人住嘛對不對 對 那我好像要有朋友啊 他不要朋友啊 你哪有辦法 退工 退工 他有吵啊 我之前碰過一個病人 要車禍完之後 你知道小腿的地方 撞到骨折 骨折完之後 連皮膚整個都撞爛了 找骨科醫師 骨科醫師當然就打個鋼板 然後啪啪打起來 很漂亮 骨頭就打好了 可是呢 皮膚壞死了 骨頭跟鋼板就外露了 那外露之後呢 那個 病人就很生氣 跟骨科醫師說 你怎麼把我的腳搞成這樣 骨科醫師就 賠過 又不是我搞的是那個車撞到鐵 又不是我撞你的 好吧 那不然你去找一下張醫師 好 就跑來找我了 這個很嚴重 骨板都外露 外面都沒有皮膚了 只有骨頭跟骨板 那一定要從遠端 我們要拿一個皮膚 帶血管 顯微手術把它接上去 好沒問題 秉持了熱心 救人的心 好馬上安排手術 把它補回去了 那一台刀 我覺得我開得很好 兩個小時顯微手術 全部都做完了 然後補得很好 然後復約很快 兩個禮拜 都好囉 病人兩個禮拜回診了 拆完線 我覺得我好高興 你知道 又做了一些善事的 結果病人呢 我們其他同事看 你都覺得還不錯 還不錯 連主任都 這台開得很好 又快又好這樣 結果病人來的時候 很不高興 他那天跟我說 你不是整形外科嗎 為什麼我的這個地方 像個補丁呢 我的鋼板外面 這個皮膚的顏色 怎麼跟旁邊的顏色 不太一樣呢 還微微鼓起來呢 你這個是重建 你這個不是美容手術 這個是健保的手術 不是雙眼皮膚 不一樣喔 他就很不高興 你就是整形外科 你要把我弄得很漂亮 才對啊 這樣講 講了一個半小時 我們整三個小時 他講了一個半小時 然後他說沒關係 不然我們下次再看看再看看 不然我幫你抽紙好不好 那個骨血腿 我再幫你抽紙可以嗎 不要啊 你第一次要把我弄好 你為什麼現在要幫我抽紙 就這樣 每次來 講一個半小時 所以我三個小時 一個半小時都是在他身上 那你不是要 然後後來有想說不行 你這樣每次來講一個半小時 那我其他病人都要等你一個半小時 好 拍你到最後一個病人 到三個小時 最後要結束的時候 你再進來 他一樣 那結束沒關係我們繼續聊 你怎麼把我弄成這樣呢 然後中午繼續 我們要吃午餐的時間 他繼續講 午餐時間到了 沒關係 我再跟醫師講一下 怎麼都講這樣子 講到下午整 開了 他才走 就這樣持續了很久很久很久 精神耗損 這沒辦法 那最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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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容易我換一個門診時間 他找不到我 就解決了 很久以前吧 四五年前吧 對 我怕現在看到又難了 沒有 我現在門診時間也不是很固定 平常也不太容易找不到 我怕他難了 又想到這件事 唉唷 應該很久沒去爐他 欸瓜哥我曾經有一度 有一度對醫生這個 很敬佩 怎麼說 對我自己有一個不太諒解 就是我之前不是有氣胸事情嗎 是不是有插一個管子 是不是插一個管子 可是當診療好的時候 那個管子要拔出來 拔出來的時候 那那個洞 請問一下這個洞要怎麼補 沒有看你插的管子 是大的還是小的 大概差不多像這樣子 那綁起來 蛤 就差不多一個 對綁起來對不對 我可能太愛自己的身體了 因為我很怕上 有留一些疤或什麼 他說不會 不會 我覺得那個感覺有點像 像包那個包子一樣 把你這樣抓起來 然後就這樣 這樣縫 才一才 對 就綁了一籌在這邊這樣 這兩個系統 有一個系統是直接 就縫好一針在那邊 所以你拔出來的時候 就有一個人在旁邊 把你綁起來對不對 對 對 現在鬆開了嗎 當然鬆開 現在不鬆 我也要把它弄開 因為 因為我很怕 就像一個包子在那邊 因為我們以前胸管 在縫最後一針的時候 會預留一個伏筆 就是當初 以後要拔掉的時候 會有一個線可以直接綁下去 就不用麻煩了 對 應該是這樣吧 對 可是因為現在的人不但要好還要漂亮 所以我們現在比較不會這樣做 我們拔掉的時候會這樣子 就是幫你弄漂亮一點 所以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對 我那是想一度想說 哇塞怎麼辦 那其實就一個巴 應該就喜歡膠血很亮傷 對啊 對啊 比較MAN一點不是嗎 沒有 可是那個太難看了嘛 那個東西 然後我還特別找那個 就是也是外科醫師 用那個什麼 沒有縫 沒有重縫 多痛啊 就是可能用一個什麼巴 可以去掉那個 對 慢慢就稍微好一些了 我們之前醫院急診的時候 有一個小朋友因為 就是 腹腹性 然後發生的情形 來我們這個急診求診 那其實他在我們 來我們醫院之前 他就已經去過很多的 那個診所跟醫院 都診斷說是病毒的感染 都叫他帶藥回家吃 所以他就是 回到家中都沒有比較好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是因為 就是症狀都沒有改善嘛 所以又再來我們這邊急診 那我們那個時候急診的醫生 就先幫他排著做那個 腹腹X光 那腹腹X光一照下來就說 他其實已經是 已經變成是一個 那我們就先幫他安排幾刀嘛 就幫他開刀 那在手術的過程中 其實因為小朋友10歲而已 他其實恢復的蠻好的 就是那個時候開刀 晚已經是半夜了嘛 然後隔天一早OK 就是生病症狀都正常 我們就給他轉回到一般病房 那其實他在回一般病房的時候 他的都可以下床活動 還可以交談這樣 狀況都很好 是直到傍晚的時候 那個小孩子就突然傳了起來 就呼吸那個時候已經傳到 大概30下以上 那家屬就覺得很不對勁 就趕快叫我們過去看 那我們過去看的時候 就小朋友那個時候 不僅呼吸喘 心跳快 然後開始有點意識喪失的情形 我們就馬上通知他的主治醫師 那主治醫師就說 這樣不行 要急轉ICU 就加入病房那邊過去 那過去加入病房的時候 小孩子的呼吸就越來越喘 喘到40下 那醫生就怕他會呼吸衰竭嘛 就先幫他插管了 那插管之後呢 小朋友連那種肌肉僵直的狀況 就是開始出現 那一開始 我們以為他其實就是癲癇發作 所以就一直使用那種癲癇的藥物 來幫他做治療 癲癇的藥物使用都沒有效果 然後小朋友的體溫就越來越攀高 那個時候燒到 那主治醫師就覺得不對啊 應該不是癲癇 他就開始詢問各科室的醫師說 這個狀況這樣子 後來就問到麻醉科醫師 麻醉科醫師就說 那可能就是惡性高了 然後因為那個時候已經是半夜了 那個麻醉科醫師 因為那種藥物啊 它其實是一瓶 一小瓶就要五千 而且保存期限只有兩年 所以大部分的醫院不會備 只有醫學中心 才會備這個藥物 然後我們拿回來這個藥物之後 一開始幫他打三瓶 打三瓶一個小時之後 他的體溫就降漸 漸漸的從41度12度降到38 一整夜總共打了8瓶之後 他隔天 對 他的體溫才到才恢復 後來這個小朋友是就是 隔天我們就再給他轉去醫學中心 他在醫學中心的教育病房 待了蠻久的 然後之後再轉去復健病房 也在那邊待了一段時間之後 後來才有辦法就是回家 回悶症追蹤這樣 那後來家屬就有在質疑說 其實這個小孩子 他之前也有開刀的經驗 也有用過麻醉藥的經驗 那怎麼這次只是開個盲腸眼 會變得這麼的嚴重 當然我們就有跟家屬解釋說 其實是因為這個二性高熱這個症候群 他其實是小朋友本身就有 帶有這種遺傳的基因在 對再加上他其實一開始的症狀 表現得並不明顯 通常二性高熱他在開刀的過程中就會 就是如果會發作就會發作了 可是他就到隔天 就是已經都恢復了生命症向都正常 到隔天他才發作 所以才會沒有辦法就是立即的發現這個問題這樣 像我之前有一個叔叔 他就會來我們家打麻將這樣 然後打麻將的時候他就一直輸錢 然後他就說他的手說 就是這個手那個醫生都沒有給我看好 所以我今天打麻將的時候都很不順這樣 沒有辦法自摸 然後我就說那個醫生怎樣沒有幫你看好 他就說那個藥你看 他就從他的包包拿出那個藥說 這個藥就是跟他上次開給我的那個主痛藥 是一模一樣的 我就不是要出主痛 我要想要消炎 他說怎麼不開一些什麼類固醇 或消炎藥給我 為什麼開那個主痛藥 他說像這種醫生我真的很黑心 就是想要騙健保錢 就是害我吃完藥的時候 又開始痛了 再回去給他看診這樣 我說那叔叔還是我幫你上網查一下 現在上網可以查到那些藥 到底作用是什麼 他說不用上網查 我等一下就去下一家看 就是找好一點的醫生給他看好這樣 然後他下一次來我們家 他說打麻將就很順這樣 然後就一直贏錢一直贏錢 看對醫師 我就說叔叔你的手好啦 你今天就是感覺好像打得還不錯 他說這個是誤會啦 因為那個藥拿去下一家給那個醫生看 那個醫生說這個藥沒錯 因為這個藥它其實算是止痛藥 可是它有消炎的效果 有時候有些止痛藥 有時候會有退燒的效果也會有 不是只有一種效果而已 然後後來那個叔叔就把那個藥吃完 他就覺得我的手就好了耶 然後他就說那個又多看了一次醫生 白花了一次醫藥會這樣 我就覺得有時候是心裡的問題 那他還能自我察覺還不錯 萬一怪別人還得了 之前有個80歲的病患 一個婆婆 那她是因為高血壓在我這邊門診 拿高血壓的藥 開藥給她 隔了一個月之後我就請她回診 回診之後問這個婆婆說 你現在血壓控制得怎麼樣 他就說血壓很差 我控制得不好 我說怎麼不好 你藥物沒吃嗎 他就說 他說我根本不敢吃 我說怎麼會有什麼問題 他說那個藥很奇怪 我把它吞下去之後 上大號的時候我去看 他整個完整這樣排出來 根本就不會融 他整個不會融的時候 他就覺得說這個藥是品質有問題 是過期的 還是你們找比較便宜的藥 還是怎麼樣 他想說那不然下一次後 他再拆一顆新的藥 想辦法把它搗碎 像要不然弄碎一點 總該比較好笑話 就用力去搗碎也弄不碎 就完整的 就怎麼樣都沒辦法破壞它 他就覺得說 這個藥一定有問題 所以他就整個月他都沒有吃藥 沒有吃藥 他才回到門診 聽他這樣講 我才知道說 他可能誤會了 怎麼誤會呢 就是說我今天有把這個藥帶來 這是其實一個 蠻常見的一個高血壓的藥 差不多粉紅色的 那這個藥呢 它其實這樣是一個新的科技 就是說像這樣的藥 我們放到水裡面去 放到水裡面去的時候 它的外層它會慢慢脫落 主要是說 它在這個藥的中間 它有一個小洞 它有一個雷射的小孔 這個小孔就是 當我們的藥 進到這個腸道裡面的時候 它這個藥 會從中間的那個小孔 釋放出來 它是一個緩噬劑 然後外殼就會脫掉 外殼它會慢慢的溶解 但是它原則上還在 它的外殼還會在 像這樣 它溶完就像這樣 像黃色的藥 好酷 所以這個真的蠻酷 所以它以為 其實它這個藥已經有發生藥效了 有藥效 它就是一個外殼 然後藥是從中間的小洞釋放出來 所以治療什麼病 高血壓 高血壓蠻常用的藥 所以那個外殼會排出來 排出來 對 你排出來看到 現在它拿那個溶解之後 排出來 排出來會看到這樣子 那為什麼不直接吃那個藥粉就好了 因為它要緩飾 緩慢的釋放穩定的一個療效 讓你的血壓都很穩定 它如果過去就一下溶解了 那個藥效全部爆出來 它現在這個殼不掉 但一個很穩定的慢慢慢慢流 這是很好的一個辦法 那像我之前就有遇過一個40幾歲的女性 到急診 然後開急診刀 像這種其實都真的很危險 它來是因為它發燒 肚子痛 然後腹瀉 那我們就幫他做了一系列的檢查 然後也問病人還有他的家屬 他以前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疾病史 他就說沒有很健康 然後做了電腦斷層以後 發現他有膽囊炎的一個狀況 我就趕快到開刀房去幫他開刀 結果我們的一般外科醫師 幫他化刀以後 開始弄那個膽囊的時候 突然就要急救了 心臟亂跳突然就急救 麻醉科 我們一邊開刀一邊急救 在上面壓心臟 然後救完 把這個膽囊拿掉以後 就回到家屬病房 接下來我們幫他查 才知道他有 他之前有一個 甲狀腺抗境的病史 但是大家都不知道 他也沒有去檢查過 所以因為感染 然後用麻醉 就引發這樣甲狀腺風暴 接下來 他就住在家屬病房裡面 住一年多 家屬也不願意氣切 也不願意移開交互病房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他一個膽囊炎 為什麼我最後病人 沒有辦法醒過來 就當植物人當了一年多 不願意出來 那我們主治醫師就很可憐 他每天都去那邊 乘婚定型 就是去看那個病患 家屬每次看到就罵一堆 但是沒有辦法 真的就站在那邊 然後醫療資源 一年多 交互病房的費用很高 他也不願意移到 呼吸交互病房 都不願意 這其實是我們不願意碰到 但是有時候真的很危險 沒有辦法 接下來看黑鍋事件二 病患愛蛙洞 醫護人員的產便帶最高癢 像我就有一個患者 他是一個50歲的大叔 然後他還做健檢 然後健檢的時候發現他血要高 而且蠻高的 大概都180劑這樣 我就跟他說你這個吃要治療了 然後他就說好啊 因為他也發現也高一兩年了 然後我就先開藥給他 然後他回去吃了一個月之後 其實控制得還不錯 然後控制得還不錯 一個月之後回來 我說那其實穩定的話 然後我就也去開三個月給你 這樣你也比較省錢 他就說好 結果他回去之後 就是我們通常會幫他掛三個月後 可是他就沒有回來 然後我想說怎麼會沒有回來 我們就請那個護理師問一下 他就說他的藥還有 他等他吃完了 他再自己回來掛 那我就想說 又是一個就是 不太乖乖吃藥的病人 就是也沒有多理他 結果後來過了半年多 他還回診了 然後他這次就帶了他的老婆 然後他老婆就是 他50幾歲 他老婆看起來大概是20幾歲 然後就穿了短挺高跟血 辣妹這樣 嫩漆 然後就來看診這樣 然後他也坐下來 我就說 你怎麼 因為他血液一量高到200多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有沒有什麼不舒服 他說有 因為他最近覺得有點兇門 所以他覺得他應該要再回來看診 我就說那你為什麼沒有好好吃藥 然後他就開始抱怨 他就說都是你的藥 他就說醫生你也沒有告訴我說 就是吃這個血藥藥會佈局 害他就是這幾個月都不行 然後他的嫩漆就是在旁邊就是 就是他的嫩漆就快要跟他離婚了這樣 然後我就說 我那時候心裡面就想說 因為有些血藥藥確實有這個副作用 可是我很怕我直接跟他講說 我開給他的藥不會了 所以他的嫩漆發現 不是 這是 沒有體貼喔 他的嫩漆就是先把他支開這樣 那真的告訴你 然後我就跟那個患者說 有些血藥藥是會這樣子 可是我開給你的不會 因為通常我們在開血藥藥的時候 一定會顧慮到男性有這個問題 而且我開給你的研究上是說 可能反而會有幫助 助行 對 吃血藥藥會不舉喔 有一些會 有一些會 對 然後 你是有在區嗎 我不需要 他怎麼可能 他跳成這樣怎麼會 不過血藥非常正 我連去開刀那個時候 他們說兩腳 他沒有看過血藥這麼頻率 他跳成這樣怎麼可能 對 所以那個大叔他就很傻眼 他就說 所以不是你的血藥造成 因為他聽那個解把鄰居說 血藥藥會 我說不是我的藥造成 他說 所以我是真的不行 我說對 我說可能是 他就 那等一下那個我老婆回來 你可不可以 繼續跟他說 是你的藥造成這樣 然後又說 我還要幫你背這個黑鍋 然後對 後來就 不是你男生只要是看病 你不管什麼藥都 就不要給他開起來 會不舉的藥就對了 病人喔 他其實到我們門診的時候 他自己心裡面其實都會有一個訴求 因為他希望你怎麼做 所以他就會先跟你講說 這樣子做可不可以 或是說別的醫生說這樣子做 他們很喜歡這樣講 就有時候就會害到我們 因為我之前 就有因為這樣子被我老師罵了一頓 因為那時候我有個病人來 他那個 一大片 我就覺得怪怪的 我就幫他其中一片做了一個切片 所以出來就是乳癌 我就跟他講說 你這個是乳癌 但是我沒辦法確定他的飯 所以我覺得部分切除太危險 因為其他的地方到底是好來壞的 我看不出來 而且我覺得極有可能是壞的 根本不知道放完 我說你這個最安全的就是切掉 我說你才三十幾歲 你不要去冒這個險 你這個乳癌復發力 距離實在太高 可是他就很care 他就說他 可不可以部分切除就好 我就跟他講一個個小時 我就說 部分切除不是不行 但是你將來復發力 我覺得會非常高 我說你自己回去考慮一下 下禮拜再決定要不要開 要不要開到 或者是要不要全切 結果下禮拜的時候門診 他就沒有回來 我就想說他一定是去找別人問 我說我也無所謂 我說那就好 你可以去諮詢第二意見 可是那天晚上 我就接到我老師的電話 他就打過來說 欸 極文學 你還記不記得有個病人 誰誰誰某某某某 我說我記得啊 怎麼了 我說怎麼了 他說他今天來找 來我的門診 他說 我覺得我那幾年都白教你了 我好像 你不是也做了很多乳癌相關的實驗 你怎麼會這樣子跟病人解釋呢 我說怎麼了 我說他覺得怎麼了 他說病人一進來就跟我說 那個 陳先生說我看掉乳房 他說那個喔 江醫師說我這個可以部分切除 你覺得你的意見怎麼樣 哇賽 我是跟他講說 我強烈堅持要全部切除 那我跟他講說不能 因為他自己想要部分切除 他就先跟我老實講說 欸 江醫師說這個部分切除 那個效果還不錯 你認為怎麼樣 那我們老師一看那個片子就說 這誰會幫你建議部分切除 那你找張醫師啊 沒有啊 我老實就經常跟我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跟病人講說 這個東西不能夠這樣子建議啊 對 結果後來病人還是有回來找我 還是把它全部切掉了 有個同事啊 有個病患他也是這樣 他也意想不到還有這樣的訴求 就他是一個中年的男性 他本身是有糖尿病 在那邊治療糖尿病 然後他就開一些藥物給他吃 但是他不是很規則吃 因為他本身一個職業駕駛 平常吃東西的時間不是很規則 他用藥也不是很規則 那醫生有建議他就說 你要規則服藥 不然血糖控制不好 那他就不聽啊 那不聽到後來時間久了之後 他血糖越來越高 然後就建議他那個病患就說 那醫生我想要住院 想要住院來調我的血糖 那醫生就說其實這不用住院 你只要平常吃東西注意就好 他說不行啊 我人不舒服 我就是要住院 醫生就是奧不過他就讓他住院 住院之後他就開始用胰島素 幫他控制血糖 那住院期間他也沒有很配合 血糖也是高高低低 後來那個醫生覺得說 他實在是不太配合的病患 還是趕快讓他早點出院 就讓他出院了 就出院沒多久之後他接那個醫生 接到那個法院的傳票 法院傳他 那怎麼回事呢 他就去瞭解一下 請我們醫院的法務去瞭解一下 後來發現是這個病患呢 他在外面欠那個銀行卡債 就欠錢 欠錢然後去開庭 去開庭的時候到法院的時候 就跟那個銀行就跟他要錢 他就說他沒辦法工作 因為他血糖生病 那他就說他的病太重了 那個醫生醫不好 血糖的控制都不好 他醫生用很多辦法 那不相信的話 你可以問醫生 他就跟法官說 不然你去傳我的醫生來 我醫生可以幫我作證說 他我這個實在是控制得不好 才要住院才能醫治這樣子 所以他就傳票 就傳到我同事 傳到同事 他看到是覺得有點 就無理取鬧了 他覺得說明明是你自己 吃東西不控制 我叫你用藥 你也不聽我的話 所以他就拒絕 他就不想去 不想去 那那個病患的話 就是要跑過來求他 到他的門診就說 拜託啦 我真的還不出錢來 那你就去法院跑一趟 然後去做個證 說我這個血糖實在不好控制 是你很難醫啦 就是你就是幫我這個忙 不然我同事也是拒絕他 他就請他 就簡單寫個回覆 就說這個病患應該飲食控制 就打發他這樣子 這種感覺好像 就是我們在上班要請病假 然後要病假 當然都會拜託醫生 你血嚴重一點 對 有這種感覺 這個也是牽扯到做偉症 對 不過其實常常有遇到 很多人的觀念就是要打點滴 沒人打苦 你還煮這個大湯 感覺也是這樣 老人家都會這樣覺得 但是年輕人也這樣覺得 不是 你發燒 去看醫師總是希望 渴望他打一針 你可以說話 剛剛瓜哥跟大家報告 其實打點滴本身是 破壞你自己的節奏 如果你不會吐 沒有明顯脫水 你自己喝自己這樣吸收 是最好的 為什麼 打點滴就一些 化學的東西 但是會有個問題 有些人血壓高 他就進來打點滴 我就跟他說 因為你喜歡打點滴 你只會高很難定 除非你給你加藥 所以我常跟他講說 不是那個點滴的水讓你變好 不是那個鹽水讓你變好 是你給你藥 所以我幫你用藥 用吃的讓你改善 但有個例子 前一陣子才聽到很危險 他就有一個老人家 也七八十歲老老的 沒什麼問題 就在家裡這樣 比較胃口不好 比較倦怠 但他可能有一些慢性的病人 也看不出來 家屬小孩子也喜歡這樣打點滴 如果他帶去診所打 說診所比較好跟我們打 醫院都不跟我們打 那診所醫生說這老了 不一定要亂打點滴 家屬說趕快煮就對了 趕快煮就對了 趕快不打了 打了隔一天回去更喘了 趕快帶來我急診說 這不懂了 可能不行了 快來 我就喘了不行 他的家屬又要再 你再煮點滴 我一聽 就是我要照顧X光 其實急診師醫院有個好處 就很快就要照顧X光 他打這麼多水 他已經慢性 心臟衰竭所以變慢 胃口不好 結果他給他打很多點滴 更沒辦法代謝 差一點插管 那天我趕快打了四五支 強那個力尿劑 化痰藥強心劑 大家都生命的時候 都覺得打個點滴就沒事了 其實不一定的 一般人的觀念都是這樣 不是食鹽水的問題 是家的藥的問題 有時候你趕快打一針 你不是覺得比較舒服嗎 是心理作用嗎 還是真的那個藥很強 我覺得兩個事情 有些事情 打那個藥有改善 比如說你脫手 打那個點滴是對的 像他已經心臟衰竭 你打很多點滴 他馬上不懂 他看症狀 所以還是要讓 醫生給你做專業的一些諮詢判 看是不是 可是一般真的在感冒的情況 好像都是耶 我都建議喝運動一樣 有時候真的是 沒辦法被感染的時候 去老師醫生就說 來我給你打一針點滴就好 因為那時候你又有點脫水啊 所以你打那點滴一定會比較好 會比較舒服 對啊一定會啊 而且點滴有鎮定的作用 你感冒一定全身無力 無力啊 痠痛 當然希望一針下來舒服一點 會 可是你出去還是沒討到那個針啊 醫師都不太愛跟人家打 對 就是我怕遇到這種心臟衰竭會危險 緊急要擦管 黑鍋事件實在醫師小孩啦 黑小孩啦 大家一起背黑鍋 對啊 我之前就有一個學長 然後啊 他就是上班 很容易遲到 那時候我就跟他同一個針嘛 然後所以他每次就是有時候 八點半的針 他有時候到九點 甚至九點半都還沒有來 那這樣他的患者在外面等的時候 就會很不耐煩 有些甚至會發脾氣 所以其實會影響到我們看針 那這個時候其實那個護理師就會看 如果我的針裡面有空耗的 他就會把一些不耐煩的進來讓我看 然後進來讓我看之後 因為他心情已經不好嘛 可是又不是我遲到 但是臉色都是擺給我看啊 這樣 然後他進來之後 我還要幫那個學長想理由說 他是什麼原因 然後什麼理由我都講過 就譬如說他可能今天早上要拉肚子啊 他可能今天早上就是發燒啊什麼的 然後有一次我就跟一個患者說 他可能好像今天早上 然後那個患者就說 他又說可是他下禮拜遲到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他現在奶奶告別式耶 他都沒有幾個奶奶啊 然後我就覺得他心裡面就不高興 妳有幾個奶奶亮的 對啊 一個阿嬤外婆對不對 對啊 可能是別人 然後但是就是反正 就要一直幫他的圓晃 他更誇張是他有時候就是 看著看到一半 就會突然消失 然後消失20分鐘半小時 然後也是一樣 就是患者就會覺得說 怎麼醫生出去那麼久都沒有進來 然後就會進來也是就白臉色啊 然後說什麼那個醫生怎麼又不見了 後來我才知道他是因為他都會玩那個 股票的那個當充 所以如果盤比較大的時候 他還要出去講一下電話 就會消失 所以每次我就要幫他安撫他那些病人 然後我覺得這都算了 有一次比較那個的是 那時候我們在成功領 就是我們要去成功領看 那個替代一男如果新 就是來那個新病要檢查嘛 然後那時候都會配三個男醫生 跟一個女醫生 那男醫生就是會在裡面檢查 一男的生殖器啊跟皮膚啊那些狀況 然後女醫生就會在外面就是 處理一些報告之類的 然後那時候我就去 就是我們一起去 結果他老兄就是9點就要到 他那天到10點還沒有看到的人 結果藝男就排一堆人在那邊 那邊塞車了 對 就塞車了 然後那個長官很著急 因為他們還有下一個流程要跑 他會過來跟我說 劉醫師 你可不可以進去幫忙 妳跳下來 然後他說 我進去幫忙看嗎 結果妳那個排隊最多人對不對 全部都贏過啦 開心 全部都贏過啦 太開心了 後面的藝男就在那邊鼓噪說 好耶好耶 然後我就說 等那麼久等到機會 我就說所以現在要我進去 我說 我就身為醫生檢查這個 當然沒有問題 可是身為一個女性 我覺得還是會有陰影 就很怪啊 後來我就趕快 我就說長官我等一下 我再Call一下我學長這樣子 我就打電話給他 然後我就說學長你到哪裡趕快來 然後他就覺得電話那一頭 他就是好像還在吃東西 悠哉的在吃東西 然後他就說 唉唷你就進去看嘛 我看你也沒什麼經驗 你就進去看一下 這樣以後才知道怎麼比較 然後我就 我就覺得你怎麼可以叫 我就很生氣 我說你趕快來 就是我不想進去 後來就看到圓圓的走過來 就拿著早餐來吃 所以他就很常吃到 不過有一次倒是 我們很喜歡他吃到 因為那一梯有軟筋天 好好看 他第一次都超準 你要教人看喔 我覺得我朋友有發生一件事情 一直到現在我覺得 剛好醫生們都在 來拼拼你就是互相陷害對方 因為呢我的朋友 他就是他的右邊牙齒 這邊長了一個 然後就越來越大 大到後來他覺得好像有點腫 所以他就去醫院開刀 去教學醫院 然後就幫他做了3D的掃描 因為要把那個瘤拿掉 所以因為好像牙齒最底下根部 有一條非常大的神經 所以後來他就照了3D圖之後 他還跟我的朋友講說 這個手術非常簡單 那3D圖顯示出來之後 他是沒有壓迫到神經 所以他就說你就不用擔心 因為他說有些人在摘除 指援性腫瘤之後 會不小心碰到神經 會造成嘴巴麻這件事情 然後所以他在開刀前還跟他講說 你放心 因為你真的沒有壓迫到神經 所以呢不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我朋友就去開刀了 結果開完出來 三天後出院之後 他就發覺 他的麻藥還沒退嗎 嘴巴麻麻的 就是怎麼會這樣沒有知覺這樣 他就想說是不是麻藥還沒有退 三天都沒退 對 三天 對 他只是會覺得為什麼是這樣 然後他就問醫生 然後醫生就跟他講說 這個就是剛開完刀 因為還有一點點腫 所以這個很正常 所以他就說你就先回去 然後他就開了一些B群 結果後來兩個禮拜之後他發覺 不對啊 而且他更麻 他麻到是那種你的範例掉在嘴巴上 他是沒有知覺的 沒有知覺的 所以他沒有辦法吃辣的跟吃燙的東西 是他完全沒有知覺 已經受傷了這樣 對 所以兩個禮拜後他覺得不太對勁 他又回去掛了那個醫生 結果後來這一次的說 醫生的說法是說 因為在開刀子的時候 發現你那個齒緣性腫瘤是有一點點 就是它不是一整塊完整的 它是有一點 界線部分 對 所以他說在播除的時候 可能有一點點輕輕碰到了這個神經 但他就說這個不會太久 大概就是三個月內就會好這樣子 所以他又開了B群給他 結果到現在差不多有一年的時間了 他還是一直就這邊是沒有那個 但他三個月後 他又覺得怎麼還是這樣 他又回去 結果醫生最後的說法是說 應該是你上次開完刀之後 然後幫你縫線的那個人 把線縫得太緊了 壓迫到神經 所以導致你現在變成這樣 所以一年後 就到現在他還是這樣 所以他就覺得 最後一次醫生給他的結果 他就覺得是在騙他 臉部這邊腫瘤喔 很多時候都要事先做那個 Nerve的一些偵測 有時候現在很多人就是 不麻醉開 就是不全麻開 就止痛 但是人是醒的 為什麼就是還是會有這些傷害 像你這個腫瘤如果就長在那個 牙根底下 神經的旁邊 這個有啊 這個有神經 對 所以有時候巴都拉到 有時候我還以後那個腫瘤倒勾 就是勾到那個神經 對 所以他沒有很多的方法 其實這個也的確是一個問題 就是說 在手術前有沒有告訴你這個風險 你多少比例 像醫師變成這樣 大概3% 5% 可是發生在變成這樣 他說百分之百 這可以要求賠償嗎 沒有 這應該是這樣說 就是說 我們做電腦斷層 說你沒有碰到神經 但是你今天開進去的時候 那個開的範圍 不一定只是我們當初看到那個方法 就像你講的嘛 他界線不是很清楚 知道嗎 我們開到時候常常會有所謂的電燒在燒 那個電燒在燒 那個能量是會傳導的 有時候靠得很近的神經 小神經就會受到傷害 可是每個人不一樣 我只能說 大部分人都不會 而且他講的其實沒有錯 一般人這樣子 只要神經不是斷的 他只是受到這種熱傷害 幾個月之後應該是會回來 他開給你吃B群也沒有錯 神經斷了可以接嗎 可以接啊 可以接啊 但是這個地方的確比較難出 因為他本來神經就很小 細就像個網子一樣 我覺得應該去做個基電圖 我碰過最尷尬的事情 其實是有一次 40幾歲的女性 她臉上有一個腫瘤 但是那個是小粉瘤 那掛我們資深主治醫師的門診 那我給他安排了一個手術 局部麻醉 但是我們主治醫師就叫我 先去幫他準備 就幫他鋪單啊 消毒啊 跟他說 我們主治醫師其實就 待會就會來 可是在教學醫院很常見 因為你不是指定 他不會 特別都一定會過來幫你手術 我們有教學診 所以在手術的時候 他就問我說 主治醫師什麼時候會來 我說這個其實我們就可以處理了 我也是很有經驗的 他就說不行 我一定要主治醫師 原來的主治醫師幫我手術 我們就打電話給他 我就問他 老師不好意思 你大概什麼時候會到 他說快到快到了 你幫他準備一下 然後幫他消毒這些弄 弄好 然後在過程中 我就一直跟他聊天 說這顆腫瘤多少 多大 然後多久 病死這些詢問完 詢問完大概 講了大概二三十分鐘 再打一次電話 他就說快到了 我想說這真的很遠 到底是去哪裡 然後就開始聊 打網球 網球走 要怎麼樣治療 再聊聊聊 聊了兩三個小時 問他的時候 他說已經快要到 我聽到那個高鐵的聲音 然後那個高鐵的廣播 我想說完了 我還要再撐多久 然後最後聊到 他剛去香港即使你回來 然後選那個房間 是女生還是男生 對對對 然後我們就在那個table上 就這樣聊到 三四個小時 那他人也很好 那他人也很好 太久了吧 可是我必須要說 我們醫師有的時候 真的要練 在聊天的功力 一直聊 一直聊 聊到他後來真的就生氣 就把那一塊那個 吳俊的動靜 丟在地板上 說你們這家醫院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 說要來了 然後等那麼久 然後也都不來 然後就叫我在這邊等 我要局部麻醉 雖然局部麻醉 但是我也不敢吃東西啊 他說我們就讓他回到後診室去 然後我在好言跟他講 講講講講 結果我們主持醫師一來 他就說不好意思 我剛剛開個會 現在才來 我幫你手術 那個病患馬上就說 好啊沒有問題 真的是 有時候前輩醫師 有時候消失 真的是 就是蠻令我們後背蠻痛的 你知道嗎 像我們有時候在開刀 我們那個前輩醫師 有時候一消失啊 我們就啊 去找女朋友了 其實他老婆管他管很緊 可是他交了一個女朋友之後啊 那老婆去打電話 進來開他房查勤啊 那他一消失 我們就完了完了 等一下如果那個師母 又打電話來怎麼辦 他打電話 沒有他剛剛在跟我看到 現在看到緊要關頭 現在下不來 我幫他接電話啦 就只能這樣子 然後常常這樣 你去找小三喔 後來簡單講 那個師母還到醫院來跟我講 那你們沒關係 有什麼事情 跟師母說 沒有 真的沒有那個 某某醫師跟我們一起開刀 開得就是很認真 這樣大家互相這樣子 往來也好幾年了 都相安無事嘛 就好死不死 剛好那一次的作業醫師 是個女生 那個師母打電話進來了 喂 那個某某醫師現在正在開刀喔 完了 那個師母從此就認定那個作業醫師 其實就是他的女朋友 然後他每天打電話進來 你現在在跟他在一起嗎 你們現在在開刀嗎 我有記錄的喔 然後還來醫院找那個女住院醫師 來師母跟你喝杯咖啡 我跟他也結婚十幾年了啦 在太太講 一直到後來旁邊的一個男的作業醫師 就去好心安慰這個女住院醫師 然後安慰久了 就跟那個女住院醫師在一起了 他把這件事情解決 那師母發現 原來他是有另外一個男朋友的人 應該不會是這個某某醫師的女朋友 才解決這件事情 剛剛內容雖然是談笑風聲 但是重點是要提醒大家 適時的給予醫師的尊重 而不是一碰到事情就懷疑他們 尤其醫病關係不要搞那麼緊張 我們之後這個節目 還是希望大家能和諧更進一步 謝謝大家 台灣的小吃店林立外食非常的方便 可是如果沒有好好的注意 就不容易攝取到均衡的營養 像就空洞便當油脂就太多 蔬菜也太少 就算是蔬菜比較多的素食便當 也很容易缺乏微量元素 這時候我們要把一半的主食換成糙米 地瓜或者是五穀米 糙米的膳食纖維比白米多出了八倍 維他命E多出了十倍 另外像維他命B1 B6 或者是礦物質賈美鈣鐵 也都比白米來得多 怪食主不妨多吃糙米 讓自己更健康喔 忙碌的現代人 很多人都有熬夜跟長期失眠的困擾 但你知道嗎 長期睡眠品質不佳 也會導致你的腸胃健康不良 進而導致便秘喔 長期的便秘會讓你大腸內的壓力上升 產生大腸脂肉 進而導致大腸癌 另外長期的便秘也會造成痴瘡的發生率上升 那麼我們要如何來改善自己的腸胃到健康呢 首先可以多不用一些益生菌 另外可以多吃一些柳丁 因為它裡面含很多的水溶性的纖維 有一句話說長到若好 人就不會老 這句話真的非常有道理喔